開庭前,秘書會提醒所有人把電話關掉 或者有些法官都會接受將它轉到Airplane Mode 一般來說,法律界人士都很清楚這個規定 在法庭其實不可以用電話 包括講電話和打訊息都不可以 所以這次法庭的指引是將一個 可能之前不太清楚的規則 白字黑字說明 公眾人士去旁聽的時候都要將電話關掉 不可以用手提電話 其實現在所有電話都一定有一個相機的功能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做法是符合現在的需要 尤其是見到過去那幾宗案件 是有人拿手機出來去拍 其實更好的做法 而我們之前都建議過在司法事務委員會提出來 就是其實應該增派人手 是每一個法庭有需要都可以有一個停警 那個停警是主要去留意公眾籍的人士 有沒有人做出一些違法的行為 拍照或者做其他不恰當的行為 其實都是有需要 因為有些大型的案件 或者有很多公眾人士關心的案件 其實那個法庭的人手是不足夠的 如果你說譬如有這個懲教署的人員 或者其他人員陪著那個被告上來 法庭的時候 那個人員其實是要看著那個被告的 他是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去看公眾籍的人士 他那個會不會做一些違法的行為等等 那個秘書其實是要幫法庭和法官去處理一些文件的事情 他也都以我經驗是不會主動去留意那個公眾籍 究竟發生什麼事 法官更加不用說 他是要處理那個案件當中的那麼多問題 他很難去分心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我們建議其實法庭應該是有適當的案件是有停警 那我認為司法機關絕對有這樣的資源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自己都會繼續跟進這件事 去提醒司法機關其實可能在某些案件是適合有這樣的措施 OK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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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cing much public attention. I think those cases require additional personnel to assist the Judge and also his or her Clark to perform the functions that would ensure the the Administrator of Justice is not interfering with in any way. 通常法庭的指引如果公眾人士不跟隨 這個有可能首先是藐視法庭 尤其是譬如你去拍照 是影響到那件案件的進行 影響到司法程序的運作 正常運作的話 這個很可能是藐視法庭 我也呼籲所有人士 必須要尊重跟從法庭的指引 所以,任何法庭的指引或指引或指引可供應 或指引可供應的手法 或指引可供應或指引可供應 或指引可供應或指引可供應 或者是供應或指引可供應或指引可供應 所以,我會想所有人士 尤其是領防府請接受 任何法律的保障理要求保障的整体性 和保障的重要性和法律的保障 所提供的法律 好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